113学年度花林县玉里高中原住民实验班 共有17位的新生入学 而为了让一年级的新生融入学习环境 实验班的学长姐特别举办了迎新以及义卖活动 玉里高中原住民实验班迎新活动 23年级的学长学姐特别列队欢迎刚入学的学弟妹 为了让新生融入学习环境 十月班特别办理了迎新跟手工艺品二手义卖活动 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没有这种活动 因为之前迎新就是吃个糖果聊个天 然后就是认识大家这样然后介绍自己的名字这样 然后从哪里来这样子 不会像说像现在一样可以有卖东西 然后玩个游戏还是穿个很八九方的衣服这样子 所以今天活动还蛮开心的啦 113学年度花林县玉里高中原住民实验班 共有17位的新生入学 大部分都是花莲南区玉里 浊西地区的学子 因为我是原住民 然后就想说上原民班 可以传承自己的文化 那目前开学到现在 你觉得学习的状况如何 还可以 最喜欢上哪一系列的课程 原民之类的 就是支部啊或是老师 拉斯老师教我们跳舞 为了这个影星活动呢 特别跟学生规划这样一个艺麦的一个活动 那会有一个主题然后去呈现 那希望学生能够透过这个一个活动呢 能够展现他们平常的一个教学跟学习的一个成果 玉里高中是花莲南区的最高学府 105学年度特别设立了原住民艺能班 到108学年度改为原住民实验班 目前学生总共有40位 宗旨主要是提升学生学习成就 增进原住民学生民族意识 培养坚具传统与现代知识的新世代原住民 启发特殊潜能 扩展未来升学与就业方向等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 玉里镇采访报道